这个拳行在咱们第一场免了马迪 就季游赛的第一场免了马迪 刷过完全类似的拳行 也是 欧空打得很主动 信息王来又来了 一拳的信息王 就可以先打一个鲎鱼 咱们支援的速度很明显是不太够快的 这个防御区也是经常会打 因为视野非常的不错 没有打下来 然后两个人直接奔出去 要找这种色情的机会 打得很主动 但是这边T9没有对过 拉出来之后再掉一个95K 悟空这边就是可以做两两鞋同的 因为他视野更好一些 他知道哪个地方是你的薄弱点 我做两两鞋同 总能抓住你一个薄弱点去打 那玄子你看从东到尾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有心无力 他那个地方真是有心无力 是的 我当时看悟空那个三个 嗯 玄子是一把AK啊 当时看的就是在5G的杀伤性上也不是很足 啊这个 其实想抢分的队伍你去设计一些针队是很有效的 是的 是的是嗯对 嗯对 那龙斯格这边先将 王一铭给击倒 这是过来拿信息的 AZ在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吃到了沃利B的 两枪算了 分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决定明天这两个队伍 他们的一个激励程度啊 这也是一个看点之一嘛 这局天马和另外比还挺近的呢 东鹏这边吧 主要战斗力还是要保护一下呀 是的 哇这高点人先被对倒 王鹏有出手的机会吗 不敢出不敢出 过去了一个 三个关键时刻 一颗雷炸到了林树 这边要王鹏从后面有几波 小呼声没有听见 一波小枪一时没有击倒想趴下 没成功 王鹏立大功 这波头红了 但是血量 有反破能打药 个闪 王鹏的药也快打起来了 这波轻掉天霸 压力应该不会说很大 王鹏对面已经被补了 这个没有掩体 却是任由Summer Peak 左边封一个CT的枪线烟 还是比较警惕 前面两个人全没了 然后后面吹鸡再扶小唐 天霸这波只能做止损的这个动作 基本上想进攻是不太可能了 看看CTG和MCG如果打得激烈的话 他们能不能从中分一杯羹吧 打主动是真没机会 得要往后撤一撤了 后王这个位置 毕竟是一个满编队 除了林强的挂后点 后边正面的三个人全在 高点CTG推掉了MCG 速度非常快 是的 那由于天霸只有两个人 而且身上的投注不是很多 他轻后王这个位置 慢了一些 那么头顶上的CTG的队友 可以去帮忙架架枪 这个圈还直接是刷掉了一个 FTY那边的北边 啊往北边去刷了 王天这个雷扔得不错 效果很好 武帝调度下来之后 三个人是已经会合 像拔崔西这个点 难度已经是不大了 王天这波是完成了个人的一穿二 在这个底波打得非常从容 对你看他在三进四四进五的时候 就通过这个盲渣 还是拿到了很理想的位置 他们动的速度也很快 就是在圈出来的那一刹那 直接爆车就溜了啊 还没有进圈 而且路上已经被NUHAPPY 给杰族先登了 那这种坑位又减一个 接下来圈面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难 CTG 只能够和GC去哪家 但是没想到圈里面的两个队伍 先打起来了 17 小北一克雷炸到了南南 17说的出枪就便宜直接被放到 这波你可以看到NUHAPPY还没有落位 17是抓了个timing 这timing抓得很好啊 NUHAPPY正在调度枪线 想去抵抗南边的悟空 就在这个时候17压了上来 是的 打完以后就走 绝不摊枪 很冷静地处理 这波从三圈开始到现在四进五的阶段 17的选择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边也是直接被淘汰出局了 就一辆车 两个兄弟被悟空给戳下来了 而且四阶段的蓝圈确实伤害太高了 哎 龙死哥为什么会来到这种位置 然后被打掉了 这个队与FTY来说有点亏啊 嗯 现在其实很多招 打成全体 这个巨谷应该是会先打 两个队已经是贴脸了 那岂不是CTG又可以等到一波机会 这是CTG最擅长的节奏啊 这个圈边等这种圈架机会 等这种圈架 就一定会露出破绽的这种机会 巨谷已经是先把马洞兴给补掉了 有没有喷子啊 这个DT三个人一起进来 其实喷子是没什么抵抗的 但是道具比较多 哇小羊 一个非常擅长于身法的选手 在这种防区 看效果怎么样 但是被5V给放倒了 最后巨谷两个人头都跟他没关系 蓝圈收了一个 然后5V拿了一个 网络操是一个人挂在南边 CTG放在南边的这个单兵 还有测身机会 没有雷没有火 这波等队友的支援到了 靠火力覆盖吧 RBS蓝白之间的战线拉得很开啊 这个其实风险比较大的 如果被反打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支援不上这种情况 不过还好 这波小虎是普掉一个红尺 把红豆给击打 重距离了三倍近 冰箱没有问题 这边先把悟空给淘汰 悟空这个防御被刷出来之后 呃 所给他们的选择就不多了 对 他是被夹的一个状态了 嗯 你和换神 这边一个头之窝 素酒间被炸到 你用这个小三队 打完左边再打右边 其实第一波打右边的逼格都还不错 但是关键时刻 换神又是站了出来 换神明明两个人踩上来给推了 对 第一波出手的效率很高啊 南部的战场依然在持续着 PVC今天连推的这个战斗力确实很强 跟他们上一把的状态 应该是保持下来了 终于约轮到Pero坐视了 前面那个坡下面的房子 确实是能操作的空间不多 就没什么拿法的机会 现在等到了决赛圈 溜边溜出来 来了 哎呦 窝里贝啊 这里刚露一点点头 就不从从直接放倒 那这个厕所被抢下来之后 FM后面两个人没帮上忙 是的 因为刚刚萨萨在单看 就是这边 然后他在看 他是有那个烟柚的烟柚 看 嗯 这个时候可以看看Pero在做什么事情 萨这边应该是没烟了 这个过点选的干拉 有人并没有给他这个 我一波啊 前面 IoT外炸天鹿 现在就是 两辆车来的这个位置之后 天鹿给了一波投资物的轰炸 教阳 啊 王老菊直接被 放倒这个位置 一个空爆 教阳完成了在这个决赛圈的一川二 这部当中首尾难顾的情况 Pero已经是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对 稳定的出枪 先把葱葱给击倒 那现在天鹿只剩下在 厕所里面的枪线了 那现在可以稍微 不用那么着急处理天鹿啊 对Pero来说 可以不那么着急处理天鹿 是的 然后现在我觉得 注意力放在RBS身上吧 是的 他主要是现在 说实话 他想去处理这个天鹿 站在这个左边的 不处 但是 但是火猴的这种 干辣 还是不按常理出牌 教阳应该是不太好左右场上的局势 啊最后 x left 是拿到了天鹿的这两分 然后一个投资五十二月直接被炸到 Pero的机会来了 这波要 直接往前面去顶 啊 鱼人这两枪开了好 这就很差了 是的 血量都不是很多 但是马云东这边的话呢 可以利用场合再打一个药 x left 在来出枪 没有难度啊 恭喜 优优鹿 儿子 şa支 大家 我 晚上 OMG пож 岳